现在高科技的发展速度真的是快到让人不敢想象 十年前你敢想手机能指纹解锁吗 五年前你敢想手机能面部识别吗 先不说这些高科技在数码端的应用 现在这些识别技术已经运用到火车站了 火车站已经能刷脸进站了 到底哪个火车站这么牛呢 它就是南京南站 南京南站总建筑面积约45.8万平方米 总投资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破了两个亚洲之最 亚洲最大火车站亚洲最大高铁站 这么牛的标志性建筑不整点高科技对得起观众吗 于是南京政府便在这个火车站搞了一次创新 就是人脸识别加上检票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却不招人喜欢 我们都知道在乘坐火车的时候都需要检票 看看是不是本人在乘坐列车防止票贩子 所以南京南站就利用人脸识别在检票的时候 只需要把身份证和票放在感应区 然后脸对准摄像头就好 这样大概需要三秒钟的样子 很快了对吧 但是有时候机器识别可能会导致识别失败 还得重新看镜头 有的人又不会用这个系统 这样一来二去 反而还没有人工审核来得快 这也就是这个系统备受吐槽的原因 不过小编倒觉得这套系统挺好的 一来节约了人工成本 二来机器是不会累的 它可以24小时的工作 其次就是机器不会有情绪 以前还传出个别检票员 在检票的时候 自己情绪不好 反而在乘客身上找毛病 机器当然就不会了 至于现在很费时间 主要是大家还没有习惯 只需要等一段时间全国通用之后 定能节约时间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